原文在族,書節上一輩。 話說眾位英雄,到了那天晚上, 大家分期分批,各自行動。 個個都記住自己的職責分工, 個個都按照趙華蓉的吩咐去做。 東路標頭蔡展鴻屠從發, 他帶著金炮王妃、沈鎮、秦寶和劉盛, 準備去做接影。 再是宋士公,帶著雷迅、唐鐵牛去把守劉門。 而阮氏兄弟和阮英,準備巡邏接影,以防不測。 最後是趙華蓉和陶金、苗慶、白聖公, 向著聚保留而來。 聚保留前,這個時候,四周圍,靜英英的舞蹈人。 因為守劉那些人,都認為沒有人敢進去, 整天喝酒作樂,連江夫都很少來這一邊。 而且這個時候,聚保留,樓門大開,為甚麼呢? 當然了,上一次唐鐵牛,用大棍扮開了, 就再也關不回。 陶金看了眼睛趙華蓉,趙華蓉就說了, 我們進去吧,好嗎? 陶金就說, 嗯,你們暫時在樓門口稍微等下, 我才進去,你們聽我的口哨。 那趙華蓉就說了,趙華蓉就釘了一句, 你啊,千萬要小心啊。 我知道了。 陶金反覆看過那張樓圖,覺得很有用, 因為樓裡面有八道難關, 這四道已經破了, 剩下來的就是五六七八這四道, 當然,其實翻板還未曾破的, 但是他們也知道, 上面就成不了很多人, 這趟就不會上當了。 入到聚保樓之後, 陶金打開火截子, 首先就破了翻板的宵器, 然後,他擔高頭在上面看一下, 發現, 有一個八卦陰陽魚在那裡, 嘩,那個八卦陰陽魚, 在三丈陸那麼高的樓頂上面掛著的, 於是, 陶金就向外面吹一聲, 吹了一聲口哨, 那趙華陽苗興百姓公, 聽到裡面有口哨聲, 就跟著進來, 陶金就告訴他們, 已經沒有緊要了, 地下的翻板, 暗氣消氣埋伏, 我已經破了, 他的消氣已經不起作用, 當然只剩下四道難關, 那麼多位兄長, 你們向著樓頂上面看看, 樓頂上面有一個八卦陰陽魚, 這個陰陽魚肯定有機關, 不過, 正所謂, 心有靈犀一點通, 苗興就說了, 兄弟, 你說怎麼辦, 你到底是否想著我上去呢? 那陶金的確是這樣想的, 因為草上非苗興, 輕功非常之好, 三丈陸的高樓, 樓頂, 沒有什麼可以握手的, 回到上去呢, 不知道會出現什麼問題的, 而陶金自己本身, 又沒有法子上得到去, 唯有是三哥苗興上去啦, 但是陶金很擔心, 因為三哥上去之後, 出了什麼事, 怎麼辦呢? 陶金心裡面, 他真的拿不下主意, 他正在剁磨, 那見陶金不開聲, 苗興就說了, 陸底, 你我是手足兄弟, 你為什麼要這麼客氣呢? 需要哥哥做什麼的, 你儘管開聲, 陶金搶牆嘆口氣說了, 唉, 三哥, 你的功夫我知道, 你當然上得去啦, 但是, 對於這個八卦陰陽魚, 我現在, 我還保不定, 我所怕的是, 是, 獨底, 大哥的事, 就是我的事, 我們都好像一無所生的兄弟, 為了破罪保留, 我就算死, 亦都無怨, 那我就上去啦, 等等, 白帥公一手攔著苗興, 他就說了, 你先別急, 雖然陶金, 해왹道, 看誰從新 음악灌出過, 部戲弄的土芬、 克法在間幾乎igos那種石, 他的石頭上門移到花 wiroyour裡全沉, 陶金走上去一看,原來是一粒紋路石,紋路石上面包了一張紙,陶金立即用火節紙照一照一看,紙上面所寫的就是陰陽雨,雙環初斷,消氣必坦,陶金看得真是高興啊, 趙華陽立即說,來來來,拿來,等我看看,看完之後,趙華陽就說了,啊,宋子的這個人,若是我們的朋友,那就沒問題了,是嗎? 但是,錯斷雙環,就能夠破到消氣,誰敢相信啊,若不是我們的人,在這個緊要關頭,就會壞了大事啊, 那麼苗慶的心裡面,他已經盤算好了,現在事情是不可以再猶豫的啦,他仔仔仔仔仔,看了眼上的八卦陰陽雨,應該怎麼做,心裡面有了準備了,他就帶著單刀一提單田氣, 就像燕子一樣飛了上去,直上去之後,四周一看,敗了,沒有東西可以拿著的, 只能夠用手指拿著樓頂邊的木頭的邊緣,這樣也好,苗慶貼著樓頂,就用左手的手指拿著木頭邊緣,身就由一隻手來到吊住了,哇,好辛苦啊, 雖然苗慶貼著樓頂,沒有鷹爪力的功夫,但是他也十分厲害,他拿著木頭邊緣之後,就騰出了一隻右手,他就將八卦陰陽雨中間的一個環,用一隻手指一勾,而另一隻手指呢,又將另外那個環一勾,這樣雙環就被他勾住了,就是這樣一勾這兩個環, 八角樓的樓頂八個角,當時遙遙擺擺擺,每一個角都擺出一個龍頭,哇,這個龍頭抹大口,準備在外面吐些什麼,這個時候,陶金立刻吩咐,這麼多位哥哥,快點靠邊站啊, 這些人都很清楚的,暗氣宵起埋伏,是毫不留情的,照華陽首先第一個,一閃, 立刻把身體貼在牆邊,而白聖宮陶金,也縱身閃開,好得他們閃得快,這個時候,陶金向著苗慶就說了, 三哥,你不要動啊,一定要抓緊它啊,那苗慶呢,就唯有左手用手指拿住木頭的邊緣, 整個身體的重量,就是靠幾個手指來頂住,而右手呢,兩隻手指,就勾住陰陽魚當中的兩個環,哈, 那些人也不准動啊,那種滋味真的不太好笑了,這個時候,陶金立刻吹咐,每一個龍頭的口咀,射出一百零三支獨戰, 八隻龍頭啊,這樣一來,就亂戰橫飛,那些獨戰啊,射個不停,射完了,哈,每一個龍頭又縮下縮下縮下縮進去, 然後之後樓頂的八個角裏頭,就有道小小的木頭門,自動關上,哈,眨眼看上去,你怎麼會知道八個角的小木門裏頭有暗箭的呢, 就好得那幾位英雄動作夠快了,要不然,就一定會遭到暗損, 陶金這個時候,就大聲喊了,三哥,你將那兩個環啊,用刀斬斷它, 你一定要小心啊,嗯,苗慶應了一聲,哎呀,這趟真是難為苗慶了, 那身體在上面是吊著的,剛才說過了,左手幾個手指拿著木頭的邊緣, 而另外那隻右手,兩個手指,是勾著兩個銅環的, 現在你叫他斬斷兩個銅環,去哪裡騰一隻手出來啊, 慢不得已,怎麼辦啊,苗慶應唯有東張西望,束手無策啦, 趙華陽在那邊就急啦,他的心在那裡說, 啊,如果上面,可以吊條繩下來,將它吊住, 這樣就可以斬斷那兩個銅環啦,現在怎麼辦啊, 誰有這麼好的輕功啊,就在這個時候,樓外面的阮紅方看見了, 他臨臨聲走到進來,一飄身就上去了,那為了這些呢,當然啦, 啊,軟紅方,外號叫做鑽天喉,輕功啊,極好的, 一飄了上去之後,亦都是左手拿著木頭的邊緣, 右手呢,就將苗慶後背插著那單刀拿了下來, 那苗慶,勾著那兩個銅環,軟紅方就用刀去砍, 那時間沒多久,就將銅環砍斷了,咔啊,聲音, 他們將銅環砍了落地,兩個人就下來了, 這兩個人剛剛也碰地,只聽見, 嘩嘩嘩嘩嘩嘩嘩 rus san seg na 哇!有個香案慢慢從地底琳琳發的聲音升上來, 那就要講解一下了,香案上面供奉的是一個佛爺, 這個香案也衹上來,那個佛爺馬上一頓張大語, 向外就噴火了,他們他們推動一下, 而時那個人就馬上一時間爣,幸好爣得快, 啥就是燒到他們了。 這樣,等那道火噴完之後,那個假佛爺又會盯上口,而且整個佛的身就會一旋轉,那臉就向了裏面,這樣之後,沒有多久,那個佛爺的背後在中間慢慢裂開一條縫, 而那條縫越烈就越大,越烈就越大,成了兩線門,這個時候看見了,裡面露出了一隻木老虎,這隻木老虎令人害怕了,抹了一個血盤的大口,露出大大的牙齒, 而在嘴裡頭,就放著一個小小的木盒,四四方方,趙華雄一看,他就說,這個木盒,肯定是裝著七寶珠的, 真是沒錯,這個就是七寶珠的木盒,這個木盒是放在老虎口裡頭的, 陶金就說,你們快點閃開閃開,千萬不要辱他,這裡頭他暗氣消氣埋伏,不是開玩笑的, 各位,聚保留內所做的八道絕烏門,到處都設有暗氣消氣埋伏, 那現在,已經破了七道,剩下最後一道難關了,只見那個老虎,抹大口,牙齒呢,好像利劍那樣,好得人害怕啊, 如果新隻手進去,一刻觸動到機關,那個老虎口就會一吸吸下來,你手管當時就會咬斷的, 趙華陽這個時候就說了,不行,不行,不行,要叫我的徒弟銅鐵牛泥才行,他是金鐘罩鐵布三,但是陶金就說,不行啊,鐵布三也不行,你看啊,那些個牙這麼鋒利,如果把手伸進去, 即使是金鐘罩鐵布三也沒有辦法忍受這種壓力啊, 只不過這樣,我有辦法,你們不用夾,這個時候,陶金,在他背著那個兜裡頭, 摸出了事先準備好的一塊鋼磚,這塊鋼磚是長方形的,五吋多長,四吋厚,兩吋多闊,陶金有一提丹田氣, 被撒了一聲,就跳了上高桌上面,不敢拉下去的,只是腳尖碰住那個香岸,手呢,就拿出一塊方磚,慢慢來到老虎的面前, 看準那個老虎口了,啪啊,陶金就將一塊鋼磚一塞,塞在老虎口的邊那裡,那個老虎口,有東西一碰到,就口吸下來,啊,都算好,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那些齒輪,有些時候叫做四兩薄千斤,那些齒輪在那裡運行,找一條細鐵,一塞在那裡,一踢,踢住了,不動的, 現在那個老虎口大概就是這樣,一吸,給一塊鋼磚,一頂頂住,啊,那個老虎口夾不賣了,然後,陶金又在兜裡頭,再拿多一塊鋼磚, 走到老虎口的另一邊,也都在他的牙齒那裡,再塞進去,一邊塞了一塊,啊,這樣一來,穩穩陣陣,老虎口夾不賣了, 接著,陶金又拿出單刀,用刀尖首先在老虎口裡頭試著了下了下,沒什麼不妥,他又用單刀,在老虎牙那裡,哼了幾下, 叮叮叮叮叮,那些鋼牙發出響聲,但是沒什麼動靜,啊,知道,卡住老虎口,那些暗氣消氣埋伏,不起作用了, 陶金這個時候,就伸了一隻手,慢慢伸進老虎口嘴裡頭,輕輕就把那個小小的木盒拿出來,哇,這陣子真是激動到不得了, 當時陶金就想看看盒裡頭到底是不是出寶珠,想到來這裡,陶金立刻伸手,把那個盒打開, 然後就握一層一層打開裡面,包著那些黃靈子,哇,透開之後,下光萬道碎彩千條, 握一層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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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盡在其中,陶金看完之後, 確信無疑,他就用刀尖,把那兩塊鋼磚披下,一邊捅一下,那兩塊鋼磚,就捅了進老虎口的裡面, 另轉身,陶金就在方桌上跳回來,然後慢慢,一按那個佛像的腳, 哇,一聲,那個佛像,那個後背那兩線門,即時關起來,然後落,那個佛爺, 又是一個旋轉,面又向前面,自動還原, 落回來之後,陶金手抱著個細盒,就問趙華揚, 二哥,我曾經聽說過,這一件是稀世之寶,但是我從來都未曾親眼看過的, 那是吧,陶金雖然什麼都喜歡玩,但是他未曾得到過七寶珠, 所以就要請大哥來到鑑別了,宋時工一聽說,七寶珠到手, 真是心花怒放消逐顏開,他立刻就要衝進來, 那些陶金就說了,大哥,不要進來,這裏面不是很安全, 或者還有什麼暗氣消氣埋伏的,那宋時工唯有就退出去, 出出去之後,宋時工接過木合一看,啊, 還在原先開封府知府金書海在世的時候, 宋時工救過他的命,是他的恩人, 金書海臨終之前,病在床上,當著兒子金漢文的臉, 就曾經對宋時工說,我,我不行了,我沒有其他事情,我只是想求求你, 我死了之後,你就保護我的兒子進經獻寶,這樣可能換到一貫半職的。 那當時,金書海,就曾經把七寶珠拿出來,被宋時工看過眼, 那一路之上,宋時工再都沒有見過了, 今天接過來一看,哇,有一些都沒有錯, 我,宋時工就馬上說了,沒錯,就是七寶珠了,現在寶珠已經到手,我們快點走。 陶金就說了,既然是這樣,七寶珠就交給你了, 那宋時工接過那個細木合,就將他塞在胸口裡頭,轉身就走, 誰知正在這個時候,猛然之間聽到有人大喝一聲, 你們這些傢伙到底在做什麼? 大家一看,好像燕子那樣,飛來了一個壞鬼道士, 這個壞鬼道士手裡頭拿著名房房的寶劍,向陶金破過來, 陶金就不知道他是什麼水的, 但是照華陽宋時工就認得了,一眼就認出這個壞鬼道士不是別果, 就是三清冠的張靜修了, 哇,這趟真是仇人相見,憤愛眼紅, 原來正當大伯義兄弟,進去國口琥珀聚保留的時候, 前院大廳正在唱飲,為首的就是飛山炮武勇, 他練就了一身金鐘罩鐵布衫的硬工, 這個時候他對大家說了,今晚,國口爺,他不來廳堂跟大家去議事了, 他叫我準備了酒宴,和大家好好喝一杯, 那昨晚前晚,兩晚,我們都未曾得過閒, 現在已經將大伯義兄弟趕走了,可以說好幸運, 還有,外奸無城也都被我們弄死了,是勞苦功高, 所以國口就叫我代他,陪大家好好喝酒慶功, 除了廚房,和外面巡邏的人,派了幾個之外, 我們就在大廳裡頭一起喝酒,已經預備好美酒雞牛, 各位兄弟,我們乾! 各位,正在這個緊張時刻,沒有勇, 又會讓那幫打手,要好好喝一杯, 做得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請聽下回分解, 原文在俗書接上一回, 話說國口府的大廳裡面, 哇!桌上面,擺著好酒, 雞鴨我之旅的東西,也都捧齊上來了, 那幫打手,真是高興到不亦樂福, 連鴨鴨洗馬,也都忙到不得了, 出出進進,拎湯的統賽, 連外面暫光的人,也都輪流進來喝酒, 喝了一輪,喝到高興的時候,沒有勇有話了。 各位,各位,今晚太平無事,大家好好地暢飲, 就算不能一醉荒憂,也喝過痛快, 就算外面巡邏的兄弟,也都換進來喝兩杯, 大家看得起我的,就和我乾! 那幫打手都知道,武勇這個人, 是國口的知己貼心人,說一不義的, 辦事全部都是由他辦的, 名義上,手流的總頭目是國然義, 但如果有事,很多時候都不找總頭目, 實際上講話算數的,受重用的,就是武勇, 一明一暗,武勇在暗中操縱, 是國口的左右手,所以武勇勸酒, 個個都受寵若驚,連連乾杯,直到一醉慌憂, 天已經三更,大家都喝到大醉如泥, 不過老道使張靜修,掃來詭計多端, 喝酒的時候,他好像發現了什麼, 他心想,按理,武勇是國口的親近之人, 這麼大的事,一定是國口答應過的, 但是武勇今晚,為什麼這麼反常呢? 他再仔細一看,國元義和孫德成又不在座, 他更加覺得奇怪,想問一下武勇, 知道他又不敢,因為武勇這個人, 向來反面不認人,他似著國口的勢力, 說一不二,這個人不太好惹, 這個人不怕他三分,於是那個壞鬼道使, 借口說出去解搜,出了大廳,然後轉轉轉轉轉, 轉到國口的寢房旁邊,想說在窗底下, 聽到有什麼動靜,忽然迎面閃過一個人影, 這個人手拿著明煌火槓刀大開一聲, 站住! 啊,金大爺啊,原來張靜修轉頭一看的,是金飛虎,金飛虎拿了一把閃閃的刀就站在他面前了。 長徒長,怎樣啊?前面沒有人嗎?為甚麼走來這裏,走來走去啊? 哦,不是,不是,我只是隨便走走,我勸你,最好不要到處走,今晚國口身體欠佳,他不想見人,你不要自找麻煩了。 哦,是,是,張靜修應住,兩隻賊眼就滾來滾去, 那轉身,就向前縣走過來了,他心想,啊,國口不讓見,金飛虎把住門,隨便進不去啊。 既然是這樣,不如我就去罪保留看他一下,想到這裏,那個壞鬼道士就在旁邊那裏兜過來,一直來到罪保留了。 這裏,這裏兜在外面那裏兜末,本來唐鐵牛他們是一方少的,但一看到宋士公,趙華陽,苗慶,白勝公,陶金 阮紅芳他們出來,已經得到寶珠了, 一擁而想,每個都爭著想看一眼,陶金製子也制制不住, 正在這個兇訣的時候,張靜修來到,這裏兜這裏兜了,大聲的河裏兜上來了。 你們這班人到底做什麼? 你們都算殺膽, 保劍一秋,吹捕上前。 那個壞鬼道士, 他認得宋士公和趙華陽, 還跟他們有仇, 想起往事,他真是生氣, 擺開兵器,上前就打。 趙華陽一邊跟他打, 有一邊對大家說, 喂喂喂喂, 馮硬啊, 扯啦! 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寶珠已經到手了, 不要再跟他糾纏三十六雀, 走圍上著。 宋士公亦會議, 轉身就走, 其他人跟著也走。 張靜修見這樣, 他們很懷疑, 心想, 難道他們已經破了聚寶樓, 擦寶珠已經到手? 有可能的。 於是, 他不打了, 大聲喊起來, 聚寶樓又拆, 續拆一組, 拆啊! 大廳, 和這裏當然是一場之隔, 再向後面一些, 就是國口的官宅。 聲音傳到深澤大院, 那些耕夫聽見這樣, 平鷹旁朗, 打起銅鑼大聲喊, 有賊啊! 有賊啊! 沒用一聽, 馬上出了大廳, 還有幾個未曾醉的, 亦跟著出來, 其中就有賈道姑王平, 來到院子當中, 哇! 見到圍著這麼多人, 不用問都知道了, 當然是杜寶的賊, 這個時候, 東路鏢頭, 蔡展鴻也帶著人趕倒, 其中有金炮, 黃飛, 沈鎮, 秦寶, 劉成, 他們也跟著來, 國口府, 全部看家護院的人都被驚動了, 整個院子裡頭, 這陣子, 聰明良子高挑, 招到袁同伯走, 宋時工想走, 這陣子跑不掉了, 已經被人丹丹圍著, 想說出去, 就一定要殺出一條血腦, 張靖收這個時候, 手拿著寶劍就問了, 我說宋時工, 你們從樓裡出來, 到底拿走了什麼? 我剛才說, 難看著你們把一件事塞在心口, 快點把它搞出來, 還未等宋時工答話, 趙華陽就說了, 哈, 他身上所帶的, 就是我們需要的東西了, 到底是什麼來啊? 就是七寶珠啊? 哈? 嘩, 張靖收這個時候說了, 你就說得輕鬆了, 我恐怕你們, 入例容易, 坐去就難了, 莫扣早就已經吩咐過, 前幾次, 是有意被你們隨隨便便出入, 唯的, 就是等你們近一點來, 好將你們一網打盡, 哼, 你們今次, 入例便隨便, 想走啊? 怕你動獨棋進來, 大橫抬出去啊, 先將食飯的家伙留下, 要不然, 你就不要走得輕鬆。 張靖收, 趕著趕著, 趕著, 舉起劍向趙華陽, 趕過來, 未曾等趙華陽還手, 遠應十聲走到來, 馬上說了, 師父, 殺雞就煙用牛刀, 徒弟我替你打, 看我的, 遠應一個戰步衝上去, 趕華陽就閃到一邊了, 張靖收看見這個少年, 唉, 奇貌不揚, 像個猴子肝一樣, 他就說了, 你到底是甚麼人啊? 你這麼來動手, 你太歲頭上釘膝那, 扮去回去, 不值得我一殺, 再過幾年大了, 再來打過了, 遠應就笑了, 哼, 你叫張靖收, 對吧? 你會知道我叫張靖收嗎? 告訴你, 你花歡我都認得你, 你這個彩花賊, 廟裡頭你蹲不住, 你就走來夜視生非, 你想不到的了, 我師父就是趕華陽, 我是他徒弟, 我誠願寧英治指正, 再問下去, 我還可以告訴你, 我有一個愛好, 叫做菜活口, 張靖收就笑起來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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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活口, 我說你外套乾真, 殺了你都不光彩, 哼, 你殺我不光彩, 你輸給我, 你更加刁架你, 說完之後, 遠應亦大笑, 張靖收被人找了笨人生氣了, 眾生而想, 就來了一招毒蛇吐心, 那把劍, 向著遠應的喉嚨釘, 一咄咄咄過去, 遠應就立刻閃開, 寶劍就咄空了, 咄不到遠應, 遠應將截鐵單刀, 在旁邊一撐, 正好撐在劍盃上, 順手來了一個順水推舟, 爛腰斬帶, 吹一聲,就斬上去, 張靜先生看, 哎呀,刀來得很快, 即是一閃, 危險啊, 你說沒有傷就假, 傷得不大, 那把刀是擦著他鼻尖而過, 鼻尖那塊皮和漢毛就擦掉了, 張靜先生腳未曾站穩, 遠應又是一刀砍過來, 張靜先生就立即還架, 反手一刀砍過去, 而遠應一閃身, 就是在閃身的時候, 腳亦飛起, 就將張靜先生的劍砍飛了, 遠應這時候掌身一刀砍, 嘩,這一跳有三仗多高, 遠應是照華雄的得意門生, 還是照華雄在請八義兄弟的時候, 一路之上, 叫他改用截鐵單刀, 已經暗中教他刀招, 毫不保留傾囊而陣, 遠應聰明伶俐, 一學就會, 學得很快, 雖然未到出神入化境界, 但是, 已經練到運用治愈了, 現在面對這個妖道, 遠應自然不甘示弱, 這個時候, 聚集來的人越來越多, 嘩,聽說聚保留, 已經被人偷走七寶珠, 很多人喝醉都嚇醒, 甚至若不見七寶珠, 我們便玩完了, 警方失措, 屁下屁下亦走出來, 其中包括有姚電光, 京智, 富士三雄這班人, 每個人都拿著駕山趕來, 就連郭元義, 孫德成, 金飛虎也來了, 有時之間, 聚保留的小縣, 就冰裂兩陣各佔一方, 看到來的人多, 張靖修更加不示弱, 明鑽身向遠應撲過來, 遠應便來了一招搖子翻身, 從他寶劍的一邊, 閃閃過去, 張靖修這劍又是吉凶, 就在這時, 嚇一聲, 遠應撲倒了, 這真是高興到張靖修就快要死了, 本來他有點害怕, 因為若果輸在小孩子手下, 笑死人, 眼睛看著自己就要輸, 想不到對方竟然不小心撲倒了, 梁姬已到了, 我張靖修爬中身, 想衝上去, 一腳踩到遠應的左手, 心想無毒不丈夫, 不敢做, 太便宜這個家夥了, 誰知見一腳踩到遠應的左手, 遠應把手握住, 原先的手握住, 握著握著拳頭, 向上下三路, 一拳打上去, 張靖修冷不防, 捱了拳頭, 他站不穩, 診得兩親屁, 就踏低了, 哈哈, 遠應, 略思小計, 炸敗, 結果引到這個家夥上勾, 果然, 張靖修上了擋, 腦收成路, 想起床, 你怎麼救人快呢? 遠應一個戰步上去, 黑刀就落, 嚇到張靖修, 想閉眼, 眼睛都閉不及, 頭髮已經掉了開去, 經治看見這樣, 不睡了, 藉著走意, 就要跟遠應交手, 遠應當然要接架, 但是雷迅就想來了, 兄弟, 你休息, 我來, 將這個功勞讓給我, 我未立串工, 聽見這樣說, 遠應就讓出來了, 追風腿雷迅, 不僅刀法限縮, 而且腿上的功夫最好, 趁著經治不注意, 腳底下壓耿, 啪一聲, 就將經治耿低了, 接著就是一刀, 經治就這樣走上來, 喊一聲, 那把刀已經被人 出來了, 在腎口上, 下了一個透心涼, 那些血跌, 被聲音飆出來, 經治寫在雷順的手裡, 富士三雄見到這樣, 不得了, 一定要幫架, 因為他們三個, 平時跟經治是最適合的, 不得了, 這個時候三個人一起衝上來, 打雷順一個, 姜雲鵬一看, 三對一不得了, 即時就說, 師兄, 不用急, 看我的, 十一聲, 亦都來了, 雷順就說, 喂, 再來多一個, 我們來他一個三對三, 遠應聽到這樣說, 亦都上來了, 遠應他們三個人, 就跟富士三雄, 一個對一個打起來, 誰知這個時候, 猛言之間, 好像雷劈一樣, 有人喊了一聲, 這麼多位師兄, 你們停手, 一聽聲, 遠應將雲鵬雷順, 立即閃到一邊, 因為來了一個大舊, 這個大舊, 沖上陣, 是誰呢? 唐鐵牛, 說到唐鐵牛, 年紀比遠應大, 那個人裝得下遠應, 因為, 趙華陽最後收他做徒弟, 所以, 前三個, 他都要叫師兄, 他一向不睡, 見到遠應, 他叫他猴子乾, 但今晚為了演戲, 他大聲叫這麼多位師兄, 叫做給遠應, 三個師兄閃開, 唐鐵牛就殺上來了, 富士三雄一看, 來了一個大舊, 一齊問, 你到底是誰? 不認識我? 唐鐵牛真的很幽默, 我認識我, 我認得自己, 你徒弟是誰? 豈有此理, 你還搞搞鎮, 報上命來? 你殺了要問, 我告訴你, 我是趙華陽的徒弟, 我姓唐明奇, 智永鋒, 外號, 人家叫我鐵牛, 鐵牛, 傅士三雄心想, 趙華陽, 看你收些徒弟, 整個頓胎, 有什麼本事? 結果, 夫婦大開一聲, 別走, 接刀, 一刀就砍過去, 唐鐵牛, 想避這刀, 避不切, 他生氣起來, 拿著頭, 一摺就摺這刀, 咔嚇一聲, 我夫婦當堂打個凸, 喂喂喂, 怎麼斬不動呢? 唐鐵牛說, 沒錯, 是鋼頭, 我不相信, 又一刀斬過去, 唐鐵牛用了身, 又一瓶, 連刀都彈回去, 因為唐鐵牛, 連一刀都彈回去, 連一刀都彈回去, 因為唐鐵牛, 連一刀都彈回去, 唐鐵牛, 連一刀都彈回去, 是刀槍不入的金鐘罩鐵布三, 三個人, 一人斬了刀, 刀一刀都斬不入, 這個時候唐鐵牛就說了, 喂喂喂喂喂, 啊, 我大量, 讓你們三招, 你們一人斬了刀, 都應該停手, 讓我斬了刀吧, 講到這裡, 唐鐵牛沒有起刀, 被這刀扶回來了, 唉, 他們三個哪裏是唐鐵牛的對手啊, 兩三下, 就被唐鐵牛, 將他們的刀都打掉了, 尤其是副錶和副炮, 那把刀被唐鐵牛扮得亂了, 震得他們的苦口痛得不得了, 這個時候, 周圍的人見到這樣, 圍上來, 唐鐵牛你你那麼多, 打到那些人全部趴下, 而副錶的頭, 早就已經被人打到萬朵桃花開, 死屍倒在一邊, 副炮見世不妙, 重新押上屋頂, 想說走了, 誰知怎夠追風腿快, 雷順一上去, 啪一腳, 將他打下來, 然後跳下來一刀, 又拿了他的命, 。 唐鐵牛這時候就說, 你們這群小子, 還有誰不服的, 者官放馬過來, 所以, 那個假道姑王平呢, 看見富士三紅, 不是他們的對手, 一班人, 又被他打低了, 這個時候, 他大聲喊起來了, 哼, 大伯義, 你們站出來, 出來跟我交戰, 只是叫那些小孩出來, 現在玩泥沙嗎? 成何體統啊? 唐鐵牛就說了, 啊, 打喊了小孩, 啊, 大人就出來了, 現在你們沒有用, 連小孩都打不輸, 那你怎麼叫我師父出來啊? 你不知, 我師父今天, 不見你。 那趙華陽他們呢? 趙華陽他, 早就祝福八兄弟, 趁著這陣子, 馬上要離開, 因為帶著七寶珠, 不適宜交戰, 所以宋士公, 在胸口塞著七寶珠, 他不參戰, 趙華陽, 苗兄, 百姓公, 陶金, 保護著宋士公, 也未向外走, 他們一心想衝出去, 而手樓那些打手和看家護院, 想阻礙他們就阻礙不住, 那個假寶珠王平劍這樣, 不妥, 他就對姚甸光說, 不能讓他們走啊, 聽到這樣喊, 剛好赤法溫臣郭賢爾走到過來, 王平向他說, 郭爺, 這陣子看你的, 這些人不可以讓他們走, 如果走掉了, 我們誰都不行, 八二兄弟, 保護著宋士公, 心口塞著寶珠, 跌路而走, 而過渡流星雷天化, 手執著雙簡, 掌身一蹤, 想說去蘭, 他為甚麼敢上去呢, 因為他身後面還有兩個人, 心想只要這兩個人出手幫架的話, 他一定可以逐到宋士公, 這樣就可以拿回七寶珠, 誰知他做夢都想不到, 其中一個人, 見他一眾生即時過來, 拿出利器, 就把頭砍下來, 小坤倫孫德成看得很清楚, 殺雷天化的人, 就是站在自己身邊的飛天炮無勇, 心裡覺得很奇怪, 他心想, 啊, 他為甚麼會殺雷天化的呢? 再想起, 那晚, 他將無城所死的事, 調轉來講, 這陣子孫德成之啦, 真人不路上, 路上非真人, 原來無勇, 是自己人禮, 各位, 到底無勇, 為甚麼會幫宋士公他們呢? 且聽下回分解, 原文在俗, 書接上一回, 話說, 懂得暗氣, 消氣, 埋伏的高手來施工, 誰知見好之後, 馬錶, 就要將所有知情人都斬盡殺絕, 當時有個人很聰明, 這個人就是無勇的師父, 聞到風聲之後, 裝瘋裝癲, 為了報仇, 還暗中教大徒弟, 叫徒弟無勇, 盡量接近馬錶, 做馬錶的心腹, 故此, 國口府裡頭, 就養著一個癲和尚, 而無勇呢, 在破罪保留當中, 一直都暗中幫大伯義的手的, 再講假道姑王平, 一看勢頭不妙, 不敢再打了, 生命都難保, 白腿就走, 誰知走出十幾步遠, 後場一跳跳出的人, 攔著去路,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雙簡掌秦寶, 擋著他去路, 秦寶是屠從發手下的得力人, 但是這樣, 沒有打多少個照面, 被王平押一刀, 劈開兩殺, 王平就想跳牆而走, 誰知有人大開一聲, 你這個大膽撻弓, 看你走去哪裏, 那個人飛起一腳, 在牆頭上, 把王平踢回來, 王平擺開武器, 想去營戰, 一看, 什麼是你呀? 原來王平看到的是金飛虎, 誰知金飛虎就說, 你這個大膽淫塌, 今天, 你煩在你金爺的手裏面, 你不知有命, 擺刀就斬了, 哎呀呀, 金爺呀, 我是王平呀, 沒錯, 就是要殺你, 金飛虎趕到來這裏, 一飛鏢, 就打在王平的左膊上面, 王平, 咦呀呀呀, 想說爹, 接著就是唐鐵牛衝到過來, 一棍就裝過去, 當堂將他打扁了, 那郭口虎的人, 在這場亂殺之中, 死的死, 忙的忙, 當然是剩下郭元義, 孫德成, 金飛虎, 武勇四個, 他們四個這個時候, 你望望我, 我望望你, 微微一笑, 就一起異口同聲話, 嘻, 好厲害的大伯義, 我們不是他的對手, 接著就發了, 一聲口哨, 全部就撤回前院, 二是就好像打敗一樣, 趙華陽看見這樣就說了, 各位兄弟, 走啦, 再說, 眾位英雄逃出國口虎之後, 就直奔王家店而來了, 唉, 講到店裡頭的王陸, 啊, 真是急到他, 霸得了, 走來走去, 因為今晚, 是破罪保留最關鍵的一戰, 誰知正在提心吊膽的時候, 忽然見到宋士工他們回來, 就立即迎上去啦, 入到店房當中, 大家分賓主坐落, 雖然有幾個人受到輕傷, 但不管怎樣, 這一次三破罪保留, 總算是大功告成啦, 大家聽見, 說七寶珠已經偷到回來, 真是高興到霸得了, 有些是跳的, 有些是勇的, 有些是抱的, 總而知欣喜知情, 無以言表, 趙華陽就說了, 啊, 現在, 罪保留已經破了, 七寶珠倒手啦, 但是, 這件事, 我還很不放心, 萬一那個國口馬錶, 他死都不肯承認這件事, 那, 我們白費功夫, 所以, 也一定, 要向皇上, 將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講清楚, 這點是之為關鍵的, 你們大家就好好的休息, 啊, 要注意著七寶珠, 特別是遠應啊你啊, 你聰明一點, 千萬不要出意外, 那大家一齊都說好啊, 七寶珠已經到手, 當晚, 趙華陽又去見知府馬德昌, 就商量好了下一步的計劃, 那回來呢, 又和八二兄弟商量啊, 第二天, 宋士公就告訴王平了, 嗯, 是哪一天, 哪一個時間, 利暴天官李國中李大人落潮, 你一定要和我打探清楚,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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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些事, 手刀琴來啊, 放心啊, 說到店老闆黃陸,人稱半邊風黃快腿,原先是陸林的浩潔麗,後來他經商開店,專門接待天下八方的浩潔,在東京變良城裏面,他神通廣大,有什麼奇聞奇事,他全部都可以知道,可以說是一個靈通人士, 所以不用浪費很多力氣,就打探清楚,於是就將日子時間告訴宋士公,而宋士公就將全部的事都托人送信入天牢,讓金公子和刑部大人知道, 再說,這一日正是早朝已過,大街之上過關,哇,響起了陣陣的銅鑼聲,黑帽子,紅帽子,手握著皮鞭,在前面開路,百亭在那裡呼喊, 那些百姓馬上好像硬刺那樣,向著兩邊分開了,那些人有一分開,中間閃出了一頂八人台的大轎, 裡面坐著的就是利暴天官李國忠,李國忠,為官清正十分傲上,外民如子不怕權奸,所以人家送個外號給他,叫他做李國忠, 老實說,他明知馬寧海父子,結黨營私如辱百姓,只是苦於就拿不到他們的把柄,老實說, 刑部大人押在天牢,他都知道是冤屈的,但是俗語都有說,文不舉,官不救,自己去哪裡了解真情啊, 今天落潮,忽然之間,聽到些差哥離品報,說有人攔爐喊冤,李大人就立即吩咐了,嗯,落轎,轎落了之後,李大人就走出轎來,他就問了,何人喊冤啊? 那個差大哥上前大大聲問了,何人喊冤,是小人有冤,要面見大人啊?原來喊冤的人是宋氏公,那麼那個差哥就說了,那好,你跟我來啊,那個差哥把宋氏公帶到來矯前,然後回品了,回品天官大人,就是他喊冤了,李大人一看, 面前跪著的是一個標形大漢,他就問了,你就是申冤的人啊?正是小人啊?抬起頭來,小人不敢牧視大人,我恕你無罪,是? 那麼宋氏公就擔高頭,望了眼,嘩,眼前這個大人,氣與非凡,看他外表,就知道他的內心,的確是個好官禮, 而李大人,而李大人,將宋氏公由頭到腳望望,眼前這個人,五官端正,有一副忠厚之想,就問了,你,姓心名遂啊? 啊?小人,姓宋榮錦,致氏公啊? 宋錦,宋氏公? 那麼你,有何冤枉? 是口述啊? 也說,有情葬? 小人,有情葬? 情上禮 是 那麼宋氏公,就立刻將情葬遞上去,那個警察接過,就轉送給李大人了。 李大人打開一看,哎,當堂打個凸。 情葬啊,是他的學生所寫的,怎會不懂呢? 一眼就認出,是出自知府馬德昌的手筆。 那麼李大人就從上到下,將情葬長長細細,看了一次。 看完之後,用手劣一下,劣一下鬍鬚,他就說了,嗯,離人啊? 有! 我問你們,到底是誰跟他戴起把鎖的?嗯? 是,是小人啊? 那個警察開始害怕了,拿走。 是,那些警察,馬上跟宋氏公開了把鎖, 那宋氏公就起來,微微捲著條腰。 那這個時候,李大人說了,將他,大去繳後,給一匹馬給他,讓他坐著馬,同我回府。 尊明! 嘩! 那些警察答應了一聲,心裡在說了,嘩! 這傢伙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不但不問他的擋繳之罪,反而被一匹馬給他坐著。 那回到利部府,李大人臨臨聲地走進書房,可樂,家人沖好茶了,李大人就吩咐,嗯,帶上程葬人禮。 那宋氏公這個時候,沒有帶鎖,進到來,李大人將宋氏公再由頭到腳望一眼,他就問了, 你叫做宋氏公,這樣說來,八卦金針,左梁左金鵬的大弟子,就是你了,正是小人? 嗯,好,你將經過,長長細細跟我講下,你不用怕,有我和你作主,那好。 那宋氏公,就將獻寶珠,道寶珠的事,從頭至尾,向李大人說了此,連同因為怎樣殺了黃文義,又怎樣初探國口府的細節,也和盤託出。 最後,他就告訴李大人,這張情葬,的確確是馬之虎所寫的。 李大人就問了,這樣一說,你在我面前冥冤,就要面見當錦萬歲了。正事啊。 嗯,黃髮條條條,來又定章,黃子犯法,與民同罪,但是,你要什麼事啊? 高得準,可以棄惡揚善,但是搞得不好,就成命難保,你後不後悔啊? 李大人都要問真一下,宋氏公就說了,我不後悔,我早就已經橫下一條心。 這句話說得很清楚的,李大人很感動了,這個時候他說,嗯,你真是肝膽意氣過人。 不過,若果要將你留在這裏,就要將你暫時收監了。 我甘心情願。 好,那我明天就上朝,今晚,我連夜寫好酒節。 好,謝大人,只要能夠和金公子超雪沉冤,小人縱死狗泉,五王大人你的大恩大德。 東大俠,八別多說,這時候,李大人的頭就叫了聲,你人,把他帶下去。 那些警察,將宋氏公帶了下去,看管上來,李大人這晚,一晚無份,坐在燈底下,連夜趕就接。 第二天早上,李大人整官速帶,收拾得整整齊齊齊,帶著手下的人,帶著奏捷情長,一早就上朝,等候君王了。 發寶殿之上,文武百官到齊了,文東武西,按次序排列。 聽到金鐘玉興之聲,四個宮女打起龍鳳線,同時龍鳳燈也點起了。 那個皇上就由龍子門走出來,在獸龍等上面坐落。 電頭官,馬上全止,敏敏群臣,便一位有本就上。 電頭官應了聲,便來到電頭埋了。 萬歲子已錄,便一位有本,俗來奏上。 如無本將,捲念山朝。 電頭官剛剛傳完聖旨,便聽見文班裏頭有人說了。 吳王萬歲,五萬歲,萬萬歲,神,有本就。 那皇上,捲一下那兩側梳梨梨梨的胡蘇,一看,原來是利暴天官李國忠,便問了。 李外興,有何本就,向朕就來。 是,萬歲,萬歲,神,有奏接程上。 嗯,皇上點了點頭,便叫電頭官接過奏章。 皇上打開一看,嗯? 竟然有這樣的事嗎? 拿程莊來。 是,又是將程莊遞到上來了。 那個電頭官接過程莊,放在龍書案上。 那個皇上稍微看看,便問了。 果然有這樣的事嗎? 李外興,你是如何接到這份程莊的? 啟宙聖場,神昨日六朝回府,有人難怒喊冤。 我便將他帶回府上。 他向我詳細說了這件事,同時還有情狀。 那個皇上一聽,又問了。 這個人叫做什麼名? 周節上面寫得分明,他叫做宋士公。 這個人現在在哪裡呢? 就是押在為神的府上。 好,你回去,將這件事和我搞明。 現在將太師國長宣賞殿禮,朕要親自遇審。 一到聖子落虛,太師馬寧海這趟膽戰心驚。 我心急著想,到底是怎麼回事? 難道有什麼地方洩露了? 跪在地上來,聲陣陣地說了。 萬歲,老神見家。 太師,我來問你,真的七寶珠呢? 呃,萬歲。呃,七寶珠為神,怎麼可以知道? 嗯?看樣,你是不肯對朕說老實話了。 兵部王文義,不是將七寶珠給了你的嗎? 呃,這個嘛,這個,萬歲。 這件事重何說起啊? 王文義,我怎麼能將寶珠交給老神呢? 這個人已經不在人世了。 正因為王文義死了。 死人嘴裡無焦對, 所以你就不承認這件事了。 是不是啊? 朕已經傳過聖子, 變過窩床寶珠,全家當斬。 你如果不說老實話,朕就不留情了。 五萬歲,老神真是沒見過七寶珠, 實在是不知道這件事了。 來人啊,將他的官服脫下, 不容婚說,早就已經有人, 將那個太師的官武、官袍、肉帶、虛, 全部脫下, 朝伏一脫,你就平民百姓了。 皇上這個時候吩咐, 將他暫押天爐。 皇上為甚麼這樣做呢? 皇上心裡明白, 如果有太師在, 這件案不理哪個官, 根本沒有法子問下去。 為了七寶珠, 皇上夢寐以求, 查詩犯賞。 今天聽說是太師作弊, 當然龍顏大怒, 所以傳子將他打入天爐。 這時候,皇上又吩咐, 全國口, 一到聖子六, 太監就臨臨到國口府那裏傳馬錶了。 說到那一晚, 馬錶喝酒過多, 酒醉如泥, 睡了兩天。 翌日, 聽說是聚保留被大伯二破了, 七寶珠被人偷走了, 這趟真是三魂, 不見了七柏。 現在聽說皇上宣他上殿, 又不知是甚麼回事, 只要去吧。 來到金殿, 就聽見皇上渴問了。 馬國口, 七顆真寶珠呢? 呃, 呃, 七寶珠呀?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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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寶珠,皇上就生氣了,就是金漢文獻的七寶珠, 我,我不知道,他還想抵賴,皇上心想, 既然你死不招應,不必多問,也不必再跟你說, 離人,將他免官隨帶,壓入天爐,是, 那些武士馬上上去,就將馬錶的帽,服全部脫下, 皇上這個時候,就對李大人說,李外興,這件事就交給你, 你是離暴天官,因為刑暴在押,你替朕傳子, 將開封府知府馬德昌提上來,等他替朕審寧此案, 和朕段的清楚,朕要實際的口供, 申聽旨! 李大人退朝回府,就將奏本的事向宋士公廣祖, 又吩咐人去開封府那裏,將徒弟馬德昌叫來, 馬德昌立即打叫來到利布府, 馬德昌立即打叫來, 看見到恩師高興了,好啊! 由我們兩師徒來審理這件案, 真是再好不過! 兩人馬上開堂,受理此案! 馬寧海父子上到堂來,一看堂上坐的, 知府馬德昌旁邊坐的,利暴天官李國忠, 勝氣不敢,並不下跪啊! 馬德昌將京堂木一拍就開他們了, 跪下! 嗯!我乃是當朝太史國長, 怎能向你下跪啊! 那個馬錶更威, 何屁!我是當朝國寇, 怎要向你下跪啊! 好啊! 現在你們已經是罪犯, 再不下跪, 這就是裸打! 兩個人無可奈何, 唯有跪下! 馬德昌這個時候說, 馬寧海, 馬錶, 我來問你們, 你們到底招, 還是不招? 若是說老實話的, 事情好辦, 但是, 再不說老實話, 那你們要知道, 人是目標, 不招, 不招! 不招! 沒有招! 兩個人這麼嘴硬啊! 正在這個時候, 外面來了一個警察, 警察臨臨走過來, 洗洗品報了, 回品大人, 一個太監求見! 馬德昌就說, 嗯, 叫他入禮, 各位, 太監當然是來自皇宮的了, 審理此案, 會不會有什麼阻滯呢? 請聽下回分解, 原文載族書接上一回, 話說那個警察大哥, 把太監帶進來, 因為公事在身, 不能離堂, 馬大人, 只好是, 擦一擦身, 作為打招呼, 並沒有離開座位, 便問了, 不知道太監有何吩咐呢? 馬大人下, 你是開封府知府, 現在你代理三大步, 我們西宮娘娘, 叫我帶來一封信, 是交給你的, 馬德昌一看, 咦? 不僅是一張紙, 還有一個包, 心裏面明白了八九成, 他拿起那張紙一看, 原來是一張禮單, 上面所寫的, 叫馬德昌和利暴天官, 在官司當中, 多多關照之旅的東西, 另外寫了禮物的數目, 馬德昌看過禮單, 臉色當時變了, 他轉過來, 將禮單遞給恩師李天官, 李天官看過之後, 嘻嘻大笑, 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 嘻嘻一個西宮馬娘娘, 嗯, 他是跟我們送把柄禮, 然後又望望馬德昌, 馬德昌會議, 就轉身看著太監問, 那些東西呢, 在外面, 拿他進來, 好, 時間沒多久, 外面抬進去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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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馬之虎說, 你就回去回稟, 你就說, 好多謝他送那麼多禮過來, 禮物已經收落了, 好,告辭, 等太監走了, 馬德昌望望李大人, 兩個人都相對而笑, 馬德昌凌轉臉,看著那邊就說, 養證著馬娘娘在西宮得寵, 你馬寧海,還有你馬彪, 結黨刑司殘害終臣梁將, 欺壓庶民百姓,無惡不作,壞事做盡, 你們施建了一座罪保留, 施購國家貴重保密罪惡女女, 你們父子好好地想想,到底是招還是不招, 這裏是西宮娘娘送給我們的禮單, 東西也放齊在這裏, 我將這些東西送上金殿交給皇上, 皇上就更加清楚你們的所作所為, 馬寧海兩父子,現在額頭的罕, 白斗這麼大,心在這裏神笨, 西宮娘娘,怎麼這麼笨呢? 馬德昌這個時候說了, 虎海無邊,回頭是岸, 依我知見,你們只要招了功, 在皇上面前講了真實話, 這樣,你必會滿門抄斬, 如果你們不聽我良言相勸, 再不招功, 你們要知道, 法網灰灰疏而不漏, 知道了嗎? 我已經派人去你的府上, 已經查清聚保留裡面各種的物件, 你們府上的人, 你們自以為很可靠, 但是到了關鍵的時刻, 誰還是你們的可靠之人? 鐵證如山, 如果還不招的, 就不要忘記, 這裏是刑暴政堂, 五刑具備, 根本是不會再有私情, 若果你們鐵牙利咀, 自死不招, 那就只好等你們受下疲辱之苦了, 聽到你這裏, 那個馬標斬下斬下, 看著那個知虎馬德昌, 不知道為什麼, 越看越覺得他, 好像當初那個知虎金書海那樣, 他被金書海打過之驚的, 他心想, 豈有此理, 金書海已經罷了他的官, 他們父子兩父子都受害了, 現在你這個港知虎, 我還不拿來, 今天都是報應, 災難塌頭, 死定就不行了, 於是明則的臉, 稍微他父子就說, 若我不招, 我們受不了, 乾脆, 老實說了先, 看是怎樣吧, 兩父子, 大家看了一眼, 再看看五種刑具, 整身都打陣, 想了想, 兩個都說, 李寶大人, 知虎大人, 有得招, 有得招啊, 馬德昌就很嚴厲地說, 好, 你們從實說來, 於是兩個人, 一邊在說, 後面一邊有人暗中在記住, 說完了, 有一條條罪狀全部記錄在案, 就要他們當堂劃壓, 然後將他們先壓入監牢, 於是, 利暴天官和馬德昌兩個人馬上上朝, 還叫人將西公娘娘所送的禮品, 日日容易抬過去, 皇帝立即升堂, 那便宣兩個人上殿面軍, 兩個人走過軍臣大禮之後, 皇上便問, 這件案, 你們審成怎樣? 李大人便將口供呈上, 那個皇上接過來一看, 嘩, 真是激到他, 全身都打陣面無血色, 原來他們似著西公得寵, 胡作非為, 特別是國長, 身為朝中太師, 私底下, 竟然謀反, 和國口寸通, 想士機散毀, 他們不但將七寶珠窩藏在聚寶樓裏面, 而且將外國進貢的奇珍義寶, 施扣了都不知多少, 罪惡難射! 這趟皇上真真正正的生氣, 將馬寧海兩父子, 立刻壓入天爐, 然後卸免了刑部大人魏文昏, 和金漢文的罪, 並且要在第二日早朝, 宣他們兩個上殿, 李大人帶著金漢文, 宋士公, 魏大人徐童, 一起見天子, 宋士公帶著七寶珠, 準備獻給皇上, 聽說皇上一定要見他, 宋士公心情很複雜, 亦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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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來一想, 嗯, 皇上, 北愛芙, 都是一個腦袋, 兩隻眼, 用什麼害怕? 宋士公來到金殿之上, 跪下就說, 小人不會施君臣大禮, 只知道當今天子, 乃是萬萬民之上, 小民和萬歲亦口頭, 皇上心想, 這個人雖然不會施君臣大禮, 但勇我為萬萬民之上, 心很甜, 立即見宋士公抬起頭來, 宋士公跌下頭, 說小民不敢目視君王, 怕又滑目之罪, 朕書你無罪, 那宋士公擔過頭, 皇上一看, 嘩, 這個人相貌非凡, 屁與軒昂一面的福相, 立即問, 你就是宋士公? 沒錯, 正是小民, 朕問你, 你是如何保護金公子進京獻寶? 那宋士公將如何受恩人金書海所託, 保護金公子進京, 以及兵捕司馬王民二, 如何害金漢民的經過, 長長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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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那七寶珠現在在哪裏? 七寶珠就在我身上, 宋士公說完, 就把七寶珠拿出來, 雙手捧著, 哈, 他不是交給皇上, 而是交給金漢民, 他就說了, 公子, 我將此物, 原物交還, 一無損壞, 一種叫做原壁歸召, 還在等你親手獻給皇上, 宋士公一舉動, 皇上看得分明, 啊, 我覺得這個人, 真是忠口的合義之人, 這個時候, 金公子捧著寶珠, 口稱萬歲就說了, 七寶珠在此, 請主公龍外, 愛神接過寶珠, 就將他放在龍書岸上, 皇上接過來, 左一層, 右一層, 打開黃靈子, 嘩, 打開之後, 真是好一個欺世真寶, 奇光異彩, 照到滿殿生輝, 那個皇上拿著七寶珠, 左看右看, 愛不釋手, 好心想, 喜子價值連城, 真是無家之寶啊, 看了一輪, 皇上就說了, 金公子, 七寶珠, 乃是你的全世之寶, 你竟能夠奉獻於朕, 你真是進貢大臣啊, 誰知金漢文立即叩頭說, 萬歲, 神子, 並非進貢之神, 此七寶珠, 雖然是我家全世之物, 但是, 沒有宋大俠他們幫助, 早就已經明珠暗頭, 落入察人之手, 全靠眾英雄, 捨生亡死, 才能夠失而復得, 我自己怎麼擔當這樣的聖譽啊, 這件寶珠, 是他們廢盡心血, 用生命換回來的, 所以, 應該是說這班合義之事, 是獻給聖上的進貢之寶啊, 話不在多, 金漢文是有文化的書生來的, 聽了令人很舒服, 皇上就連連點頭了, 你的心意, 朕皆明白, 皇上就叫人把七寶珠收藏入府, 然後就問宋時公, 你那些兄弟朋友, 現在都在哪裏呢, 都是哪些人為朕獻寶有功啊, 這個時候, 利暴天官李大人, 就跪前一步說了, 萬歲, 他們主要有八位兄弟, 稱為八義啊, 哦, 何為八義? 李天官就說了, 所謂八義者, 是武昌府,江夏縣, 萬湖山, 重足官盜人, 八卦金針, 左梁,左金鵬, 所收的八個弟子, 他們覺得一樣絕技, 作為合客義士, 他們闖蕩江湖, 雲游四海, 普打天下不平之事, 肝膽義氣過人, 所以得八義之名啊。 好極好極, 皇上這個時候, 游民宋時公了, 這樣, 你能不能夠, 將你的兄弟, 宣賞殿禮, 等朕一看呢? 嘿, 這樣真是嚇到宋時公啊, 哎呀, 我這些兄弟, 都未曾見過皇上, 不會施軍神大禮, 而且, 都是粗魯之人, 難免會言語不咒, 一旦惹怒萬歲, 就擔罪不起, 都是不孫為妙, 八孫為妙。 宋大俠, 你放心, 朕深知他們, 是行俠常義之人, 就算言語有失, 朕亦不怪就是了。 呃, 既然是這樣, 宋時公沒有法子推, 唯有遵旨啦, 八義兄弟, 沒有肯上殿的, 尤其是趙華陽, 他一開口就吵人, 他怕上去亂說, 指著皇上, 臭豆腐那麽大件事, 他怎麽都不肯上, 但是沒辦法, 李大人, 魏大人, 是都要他們上殿, 唯有換了衣服, 學兩句行禮的口吻, 上到金殿而來, 賊個人跪在金殿, 三夫萬歲, 南康北調, 口吻各爾, 搞到皇上都不知道, 冬瓜豆肺什麼, 唯有李大人, 就在旁邊逐句來解釋, 萬歲, 你有何心意, 請你講出來? 左道長, 他所使的, 聽說是八卦金針, 他中橫天下, 教出八個徒弟, 國懷絕記, 今日, 朕很想看看八義兄弟, 他們的本事如何, 啊, 這件事嘛, 李大人這陣子都覺得難做了, 嗯, 這件事, 我看, 要跟他們商量商量啊, 那李大人, 就跟宋士公這幫人討論, 宋士公就說了, 嘿, 所以, 我們的武藝, 全部都是動刀動槍, 一旦失守, 說我們刺殺皇家, 那怎麼辦呢, 不行不行不行, 唉, 現在皇上, 你看他的樣子啊, 入世米, 是肥體不可啊, 那你就將這件事, 向萬歲奏命了, 那李大人又試奏命啊, 皇上就說了, 沒有關係, 你們, 就算把刀槍連掉了手, 朕不怪罪你們, 你們就在金殿之上, 連他一連, 哈, 這個皇帝都算好奇啊, 武刀弄槍, 他不怕一失手一把刀飆過來, 八二兄弟沒有辦法, 唯有想去叩頭謝恩, 然後, 一個二個, 就在皇帝面前, 逐一張自己的拿手好戲演出來, 尤其是趙華陽, 嘩, 好像山猴子一樣, 在金殿裡頭的兩枝玉柱那裏, 揭子倒爬城, 這邊跳過那邊, 那邊跳過來, 上去無影, 下來無蹤, 令皇上慢地拍手叫好, 再講皇上, 看過他們的表演之後, 真是感慨萬千, 他心想, 啊, 有這些合客意識, 保住朕的蛇跡江山, 定然魂如盆石, 所以嘛, 在金殿之上, 我非要向八二大英雄, 日日奉冠不可。 宋士公這個時候說, 我主萬歲, 我們不過是一些行俠善意之人, 背脊拿著把刀, 走南創北, 浪跡天涯, 我們已經習慣了, 是不願意做官的, 只要萬歲, 你用得著我們的時候, 我們是朝之夕麗, 肯定相助。 皇上聽到這樣說, 覺得很可惜, 不行, 還是要他們做官, 李大人唯有在旁邊講情, 他又招了, 萬歲, 即王家諷錄, 身不由己。 外面, 如果再有貪官惡霸, 或人間的不平之事, 他們便無法所知。 萬歲, 還要等他們走靠, 等他們混由四海, 走遍天下, 這樣, 還是為國為民, 盡他合意之事。 沒辦法, 李大人都出來講情。 皇上答應了, 既然他們不願意為官, 朕也不再勉強。 不勉強又如何呢? 於是, 萬歲出了一道聖旨, 叫人在京城裏面, 損了一塊很漂亮的地盤, 建起一座八義群雄館, 以大八義為首, 凡是喜歡和八義英雄來往的, 或者是英雄好合, 都可以招回來, 同時還預設黃金萬兩, 真是惹小, 這一萬兩黃金, 作為他們的經費開支。 大八義兄弟八個人, 領子之後, 謝恩樂殿, 自然十分滿意。 因為金漢文獻保有功, 皇上封他做兵部司馬之職, 而黃文義叫做罪有應得, 死有如辜, 不再追究宋士公殺黃文義一事。 而利暴天官李國忠, 還有刑暴政堂魏文勳, 開封府知府馬德昌, 他們衛國隨奸有功, 皇上就給他們每個人, 贈開三年俸禄, 哇! 贈開三日都不是野事, 贈開三年俸禄, 其餘有功的人也有賞賜, 有功者賞, 有過者佛, 太師馬寧海, 惡口馬錶, 十惡不赦, 即日, 皇上馬上落到聖子, 開刀問斬, 抄家滅門。 那個西宮娘娘馬貴妃, 聽到這個兇信, 她就在西宮原諒自盡。 正所謂, 錢惡到塔湖, 終有報, 只爭來此而定來早。 各位, 英雄大畢儀的故事, 講到這裏, 全部結束了, 非常多謝各位的收聽。 小涼儀王議員就お願いします。 小涼儀儀王議員, あ台灣還沒聲音, 갑 movimiento小涼儀王, holistic行動 success時很快 。 你真有多謝神力, 感谢观看